做完就像這個樣子 嗨 大家好 今天我想教大家做一個容易的朱古力蛋糕 在桌上好像有很多材料 但做直完其實很快很容易 介紹材料 這裏有兩杯白麵粉 後面有一杯牛奶 前面有兩隻雞蛋 這裏有四份三杯白糖 右邊有四份三杯黃糖 後面有四份三杯牛油 一湯匙白醋 即是廚房煮的白醋 這裏有兩茶匙的Vanilla香液 這裏有一茶匙的發粉 這裏有一個一茶匙的梳打粉 這裏有半茶匙的鹽 最後這裏有四份三杯 沒有糖加的Coco粉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這個食譜 我剛才說不要怕有很多材料 因為那些材料很快混在一起 清洗 首先在兩杯麵粉裏 那裏的梳打粉 那裏的梳打粉 法粉 Coco粉 和鹽 一齊就要拌勻 在裏面這個麵粉裏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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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旁邊 第二個步驟就要用另一個乾淨的碗 用糖和牛油拌勻 現在的糖和牛油拌勻 可能現在有一塊塊的材料 但加入其他材料後會有不同 現在就要加入雞蛋 一隻一隻加入 發勻 下一個步驟之後就要加入Vanilla香液 水中心得到 成長的砂糖 這樣的砂糖 橄 basin 鶏蛋 很多的砂糖 防止粉 壓力 現在我們的糖 雞蛋 牛油 全部都拌勻 最後要拌入牛奶 糕糕粉和麵粉 我們也要加入白醋 我們加入白醋的目的就是 這個原本的食譜是用buttermilk 但我家不是經常用buttermilk 加拿大的超級市場 含冷的buttermilk 都是大支大支 會浪費的 如果沒有buttermilk的話 你可以用一杯牛奶和一湯匙白醋 拌勻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白醋的目的就是這樣用 現在的牛奶和糕糕粉和麵粉 要慢慢混合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放入蛋糕pan裡了 然後再開放在那裡 然後再開放在這裡 可以用來擦泥 然後再開放在那裡 再開放在那裡 再開放在那裡 就好了 再開放在那裡 會有這些大支 又加快 再開放在那裡 就好了 骨頭 骨頭 一大小麦粉 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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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的蛋糕醬 現在這個巧克力的蛋糕醬 已經準備好了 非常漂亮和容易做 現在要放入焗爐 準備了320度的焗爐 大概半個小時 然後把牙籤刺進去乾淨 我正說用電鑽做蛋糕的時候 要小心不要做太快 如果你做得太快 全部的粉會噴到周圍 我做的方法 最慢的速度 然後電鑽向盤底下 慢慢轉轉轉 不會弄到周圍 現在要兩個圓形的蛋糕 要噴油 接著要放蛋糕醬在蛋糕裏面 現在沒有上鏡 我現在的朱古力蛋糕醬已經分開了 做得好 做得好 我未試過做這個食譜 這個蛋糕醬是非常濃稠 非常濃稠 我試過少少的蛋糕醬 非常好吃 現在下一個步驟 最後一個步驟 每個飯都放在桌上 所以空氣就會從蛋糕出來 焗的時候產品就會變扁 很漂亮 很平 今天的蛋糕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要放入焗爐325度 放半小時 半小時後就會給大家看完成的蛋糕 大家好 今天的朱古力蛋糕已經拿出來了 兩個都滑 非常之靚 非常之平 很滑 很靚 現在整間屋的味道都有一些很香的朱古力味 現在要用一支牙籤刺進去 中間 如果牙籤乾淨的話 意思就可以吃得了 現在應該要用一支牙籽的味道 現在我的蛋糕已放夠了 現在要試試 看我做得夠不夠油在舖上 先用那把刀子做一下 把它們倒在碟上 我們今天的蛋糕已經做好 用我們最喜愛的米奇老鼠的閃閃的蛋糕 這個蛋糕和你做個巧克力蛋糕盒粉的蛋糕 的時間拌勻之後就差不多 你自己做你自己新鮮的材料 就好過整個盒出來的巧克力蛋糕 而且真的不是太難的 我希望你會試下做這個容易的巧克力蛋糕 我希望你會喜歡吃 下次再見 多謝收看